你好 你好 你好Ainda 早上,大家好 我先看看天氣 今天天氣是怎樣的 我可以看看 天氣很漂亮 陽光 沒有下雨 這次我也很高興 我們也請到你 我們的布里斯班的夥伴 John 跟我們介紹一下 買賣澳洲的土地 的別墅 有什麼大家需要注意 其實很多香港的朋友 都很想知道多少少 他們都很多關心 很多問題 今天一直都知道 譬如說 買土地是否風險很高 回報率高不高 值不值得投資 希望這次我們的影片 大家都可以帶給大家 知道更多的資訊 John 你剛才在這裏 你身處在哪裏 我現在在布里斯班 的羅斯德爾 黃金位置 大家都知道最近 坤州布里斯班 是升得很快的 尤其是我們 布里斯班的羅斯德爾 這個地王 可以說只是地王 因為他從兩年前 到現在是升了70% 那麼多的 John 跟我們介紹 要買賣土地別墅 大家要注意些什麼 其實很多朋友都說 買賣土地的房子和土地 會不會很大風險 回報率又高不高 值不值得投資 很多很多很多問題 藉著這次的影片 我也想大家了解多一點 John 我也看到太陽的陽光很漂亮 你現在身處在哪裏 你讓我們看看 知道是什麼地方 我現在在布里斯班的羅斯德爾 羅斯德爾這邊 是我們布里斯班 過去兩年增值最快 最快速 還有就是 那些豪宅見得最多的一個區域 那麼他從兩年前 大概兩三年前 一百萬不用 到現在要一百五十萬均價 每間房子 現在一件都很漂亮 很大的 你看到這些多人 這些都是豪宅來的 那這邊 還有沒有一些新的地 就是 一條 就是我們都是買地 之後找建商去建屋 是不是呢 是的 沒錯 我們現在羅斯德爾 還是有少量的土地 是可以購買的 那現在這邊 三百坪左右的土地 應該是賣到 七十三萬到七十八萬左右 那如果是四百坪左右的 比較龜整些的地 都要到一百萬左右 我們都經常聽別人說 好像買大一點的地 是不是好一點呢 要看每個客人的需求 因為不是每個客人 他們都一定要買大地 如果有能力 我們肯定是推薦買大一點的 因為越大的地 它的可使用的面積 它們的土地價值 還有它們的開發程度 都是更加好的 嗯 那真是視乎區 和視乎自己的需求 那就是 我不喜歡剷草的 沒錯 大大地 大大地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不過可能有小朋友 都想小朋友 大一點地方 空間 有得跑一下 走一下玩 我記得 之前我在Melbourne住的時候 那些人都是買個跳彈床 在後面 之後 他們就可以BBQ 又跳彈床 大一點點地 都是看回自己個人的需要 沒錯 我都想問 譬如另外有些朋友 譬如有些客人 有些朋友 問那些Lang Tax 會不會是很貴呢 那Lang Tax 你要看你是投資用途還是自助用途 自助的話是沒有Lang Tax 那如果你是投資的話 做在我們 以崑州為例 崑州是每個投資者 如果是有身份的話 你是有60萬免稅的額度的 如果你是沒有身份的 比如說海外人士 那你是有35萬的免稅額度 那就是說 你只要你投資的土地價值 不超過35萬 是政府認定的 不超過35萬 你是不用交Lang Tax 但是這區是不是不行了 是的 這區你分分鐘超過35萬的了 那這區 那我也想看看 這區我們會不會有些什麼 可以介紹一下呢 展示有沒有不同的樓盤 這區我們今天是沒有展示的 因為這區是賣光的 這區我們是叫做Rochdale Real Estate 它是最早開發的一個樓盤 我今天以它為例 其實是想給大家一個大概的感覺 就是為了聽你在布里斯班 是可以住上什麼生活 過上什麼生活 可以建什麼樓 還有你大概可以有什麼大的 這麼大塊地 我們都很多香港朋友 都會覺得 Lang Tax 是不是很貴啊 在布里斯坡 那麼大地 或者是有地的 是不是全部都要我承擔 那麼其實是怎樣的呢 是多少淺度呢 哦 OK的 關於Lang Tax 這個問題 其實是很多投資者的一個重點關注的問題 我首先想說 要看你有沒有澳洲的身份 比如說你有沒有PR 有沒有 citizenship 如果你是沒有的情況下 在我分周的話 你是有35萬的一個Lang Tax free 就是說只要你投資的土地 它的政府評估價值 評估價值不超過35萬 它是不用交Lang Tax 的 如果超過35萬的話 就要看你有沒有結婚 如果你結婚了 那麼你兩個人其實加起來 是有70萬的免稅額度的 哦 原來是這樣計算的 是沒錯 是的 就是它是一個人35萬 那兩個人就70萬 如果你是夫妻一起買 那你們是有70萬的一個免稅的 哇 那這一區還有沒有70萬 是不是都沒有不了 這區就算是300平 其實都超過70萬的 但是好在好在呢 它們是超過70萬的部分 就是如果一個人投資35萬 兩人投資70萬 超過的部分才計算Lang Tax 就是如果你超過1萬元 它們就計算你1萬元的Tax 它不計算你整個Value的Tax 嗯 OK 那就是其實都不算太貴 是的 不過 我們for Let's say for海外人士 那是不是要給很多的印花稅 有些人有些經紀說 對啊 會節省了一些印花稅的 那其實是怎樣的呢 OK 那關於印花稅這方面呢 其實我們海外投資者 尤其是香港的 初初來到澳洲的想買樓的投資者 他們通常都要交給本地人士 就是有身份的人士 要多7%的一個Stamp Duty 就是我們說的印花稅 那在那個本地的印花稅的基礎上面 再加上7%呢 大概會達到11%的Lang Tax 那個印花稅 是 但是不是的 房子呢 是不是可以節省一點點呢 就是是不是只是給土地先的 是不是 是 沒錯 Anita 你說到這個是對的 那如果你買的是全新的 Lang 和房子是分開的 就是你先買土地 然後再蓋房子的這種方式 那你只需要支付土地的Stamp Duty 不用支付房子的Stamp Duty 因為房子是你建房子的時候 它是相當於一個商品 那商品呢 你是不用交稅的 你是可以反而是 好像消耗品那樣的 嗯 那就是可能 差不多省一半的了 感覺上 是的 那100萬的House and Land Package 土地通常都是達到 50%到60%的價值 那剩下的40%到50%的價值呢 是House的 那你相當於 你省了整40%到50%的一個 Stamp Duty 嗯 我看到這條街都很舒服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房子 好啊 那現在我呢 給你看一下我們現在 這個布里斯班 最熱門的 這個地盤 叫Ross 這間大豪宅來的了 是啊 這間大豪宅來的 哇 這間屋如果在香港 買了 一億多的了 這間如果 現在市場的House and Land 大概多少錢呢 譬如這條地 我相信都是比較大 應該都有六至七百左右 那再加上這個建築 你大概需要 需要二百多萬嗎 不止 那現在在Rossdale的話 你達八百坪左右的土地 再加這樣質量的House的話 你起碼都要兩百三十萬 到兩百八十萬 那還要看這間屋 它裏面的裝修 還有它用的一些材質 如果它後面有游泳池 那它還貴的 是 OK 還有我也想問 大家都最擔心的問題 House and Land 買地 建屋不是問題 省了一半歲 其實都對大家好 但其實大家都怕 標打穩穩的 會不會難尾的 這個大家可以放心 因為我們公司 是會評估過我們的標打 和開發商的資質 是 評估完之後 我們要確保雙方都有能力 可以履行我們的合同 就是確保我們的賣家 我們的賣家 就是我們的建設 和我們的開發商 是可以徹底地把我們的合同完成 哪一切交付到我們手上 嗯 如果真的觸碰有些建設 或者建設 說不建設 其實我的存放 是否保安 是否會退回給我的呢 那要看客人的選擇 那有些客人呢 其實是會選擇 繼續計劃 譬如說 他們會建造我們澳洲的一個強制性保險 叫做QBCC 那QBCC 是會保證每個買家 買樓的時候 一定要買這個保險 那他買完之後 如果這個樓爛尾 譬如說這個開發商破產 他離開了 這個地方 你建了一半 或者剛剛開始建 你可以用這個保險金 去再請新的開發商 或者新的建築商 去幫你完成你的樓 嗯 那我安心一點 是的 沒錯 這個澳洲是比較人性化的 澳洲是比較人性化的 阿Jonah 阿Jonah 你可不可以下次帶我去看看這些顯示器呢? 好的 這次我們不能進去 是的 不如你下次 我們今天先說到差不多 好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不如下一集帶大家去看現樓 好嗎? 好啊 下次我帶大家去看現樓是什麼 還有可能 譬如大家都很關心 哪一個建築者 或者是有什麼建築者的選擇 那可能我們去看看建築者的結尾 我們可以看多些 知道多些 是 沒有問題 歡迎大家有什麼問題 隨時諮詢 好 OK 謝謝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阿Jon 謝謝轉 謝謝妳 感谢您的观看